HELLO 大家好,我是CC,欢迎观看这期视频 今天决定给这辆86加装一个前产 Front Splitter,为了平衡这辆车的下压力 这个是Virus Engineering的,专门给86设计的 今天我们就来装这个,分享一下安装的过程给大家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们第一步是把这个塑料盖板先拆下来 这个比较简单,就3个10毫米的Volt 然后几个Plastic的塑料卡扣 先把这个Piece拆下来 然后第二步就是把它提供的这10个锚钉 Ravit Nuts打到车的Underbody下面 它也提供了这个安装的工具 它主要是让这段变形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锚钉压在Bumper上面 安装的也算是比较简单 先把这个Nut 转到锚钉里面 然后用一个14mm的扳手 把这个卡住 然后放到Bumper上面之后 用这个Allen wrench Nuts 就可以让这个Ravit变形 然后挤在Bumper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装了几个 接下来继续把这10个装完就可以了 这些是已经装好的锚钉 一侧有5个 所以现在装最后一个 可能越来越难转了 所以应该是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锚钉的背后什么样子 这样可能能看清楚一点 这里把这个锚钉固定在这个Bumper上面 再把这个取下来也可以 再去装好一个 我们现在这10个锚钉都装好了 下一步的话就是第三步 把这个前Bumper 给拆掉 把上面这几个锚钉 塑料卡给我拆掉 然后旁边 旁边几个拆掉 应该可以把这个Bumper拿下来了 现在终于把这个前Bumper 拆下来了 前保险杠Bumper拆下来之后 第四步还是第五步 第五步吧 第五步就是在这个CrushBum上面打孔 我们可以看到从中间 开始 这边有凸起凹下去 凸起凹下去 这个部分 从这边往右数 第四个到第七个凸起的 是我们要打孔的 所以这边是0,1,2,3,4,5,6,7 所以这三 这四个我们要打孔 首先凹下去的部分 看到这边有一个圆点 你说是焊点 所以这个不能打 所以就我们马上把这四个孔打完 然后一样的在另一侧也是要打孔 然后再开 然后再做下一步 下面就是我们的第五步 把它给的这个支撑架 装在转孔的地方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这四个孔对上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supporting rod固定在这两个racket的中间 然后就可以连接住放splitter 就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接下来第六步比较困难 就是如何固定这个支架的位置 就需要把这个bumper再装回去 然后我们可以洗 刚才我已经试过 所以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bumper装回去之后 需要把这个bracket给伸出到这个grill外面 所以不能保证完全能放在grill外面的空隙里面 所以不能保证完全能放在grill外面的空隙里面 有时候需要把这个grill给裁掉 所以刚才把这个塑料块给剪到一些 然后确保这个位置是可以伸出来的 所以里面伸出来之后 之后就给把这个racking support给装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刚才把这个fit之后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支架也固定死了 固定死之后下一步第六步 就可以把这个保鲜杠给装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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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